运游20飞机正在起飞 进行新年度的首次开飞训练 战略投送能力 是衡量一个国家 国防实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重要标志 运游20就是实现快速远程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 以往运游20飞机是纯机械式操纵 而我们运游20飞机采用了全新的电船系统 操纵复合大胆的降低 能更精确更精准的定位到每个操纵位 解放的飞旋员更大的精力 去完成这个坐车预想和执行坐车任务 特别是在夜间那时候 南太游战上空 天气顺序多变 反而就是有雷暴 威胁天气 虽然我们走路前会有这个显示的预报 但是它这个天气变化实在太快 考验这个整个技术的决策能力已经把握了 在这个整条航线上 可供这个大型飞降的机场特别少 基本上它就是女儿倒立着火 都倒立着火 如果一旦发生出这情况的话 那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在雷暑就在雷暑的飞机即将抵达 汤家王国首都陆湖阿罗 机场边上的草地 你可以清晰可见 上面附了厚厚的一层这种火山灰 这个火山灰实际上 对这个飞行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在我玻璃上 如果摩擦产生那种叫深埃尔摩斯之火 它会像沙子一样 这个打磨你的机体 然后通过降温以后 又会附坐在你的发动机上 可能就会引发你的发动机停车 现在正在进行飞行展示的 去新一代空中加油 先让我们看到 对左右两次机架装加油吊仓 对 这三个就是说明一下可以做 这些三亚不一加油 好的 那反到地面去加油 在空中就能把这些东西都要 能够让我们的作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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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